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繼續有網民在各區商場發起聖誕和你SHOP的活動 其中一個商場就是大埔超級城 在這裡發生了一宗非常有趣的事件 就是有兩名蒙面便衣的警員 竟然遭到他們的同袍是一群防暴警察捉住 一度是枯了頸甚至是推到牆壁 我們一齊看看事發的經過是怎樣 在下午2點半左右 一批蒙面警員在商場裡突然之間亮起他們的伸縮警棍 雜時之間商場裡有一片混亂 市民開始爭雙走鼻 與此同時有一批防暴警察趕到商場門口外邊 他們在街上制服了至少三名路人 期間有一批蒙面便衣警員就跑出商場外頭 那批防暴警察看到這個情形 有理沒理就馬上前抓人 至少有兩個蒙面便衣警員被當成是示威者 被當成是暴徒 被警察一手捉住手 然後就枯頸 然後推到牆壁 那批蒙面便衣當然馬上叫自己人 那時才愚夢初醒 那批防暴警察 看一看 自己人來的 拉錯了 才把他放行 那這件事當然是非常愚蠢 兼且爆笑 自己人都是亂拘捕的 但其實這是給國際社會一個非常好的警示 就是證明了 這班警察的濫捕情況 已經去到一個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 即是說他們不管你是什麼人 反正所有在現場出現的人 無論你是勇武也好 和理非也好 街坊也好 路人也好 甚至乎是蒙面便衣探員也好 他們都被示威是潛在的暴徒 潛在的示威者 一律都可以隨意拘捕 這個信息就一定要告訴國際社會 要向國際社會的人道組織求助 是不是 因為目前香港沒有一個制度 是可以制行得到這班所謂前線警員 他們失控的情況 沒有一個力量是可以制約到他們 唯有希望國際社會能夠私以援手 不管是在制裁方面或者其他方面 因為在香港內部來說 在這個制度裡已經是沒有任何的作為 因為特區政府也是消極不作為 警察抓人的零成本 市民有冤就無路數 被警察濫捕回去以後 如果好一點 便馬上放回你 如果壞一點 便把你抓48小時 坐臭隔 所以這裏就相當不公平了 警察無論是有意也好 無意也好 作出錯誤的判斷 無辜的市民 逃人 路人 街坊 然後市民就要欣賞你這個錯誤的判斷 而承擔法律的後果 或者其他的後果 至少坐48都已經硬吃了 但是警察就不需要為你自己錯誤的判斷 作出任何代價 這件事便非常有問題 如果真的掌罰有分明 至少警察不斷犯這些不必要的錯誤 到底會不會把燉冬菇 或者減薪 至少有些懲罰制度 根本上你就是鼓勵他們 亂拘捕市民 濫捕他們沒有任何後果 好了 你這班人 原座級的警員已經全面失控了 你無法作出有效和正確的判斷 不單是對於市民 連對於自己人也是這樣 昨天在新城市廣場 用胡椒噴霧射陶輝 這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不管你是有心或者無意也好 你已經沒有了正確的判斷 陶輝整件夾納衣穿在身上 你都看不到你瞎嗎 是不是 今天便衣探員也是 蒙著臉 你看不到他的便色嗎 有便形 是吧 事前這班傢伙 到底有沒有留心聽grieving 每次行動 你這班警察 那些蒙面的便衣警員 肯定在身上 就不知道有些便色的方法 無論是帶著螢光的工具 或者總之你一定是有方法 認得出來自己有的 對不對 整班都在蒙茶茶 不知所謂 加上他們可以隨意使用手上的武器 來發洩自己的情緒 原來昨天在德福廣場裡 有一個TVB的記者 被警察無理查詢的證件 就把警察罵了 大家在那裡吵架 當時沒事 但是後來 原來當這個TVB記者 進行採訪的時候 他正在採訪一個警察 正在制服另一個市民的時候 那個警察就噴回礁噴霧 竟然誤中這個TVB記者 大家便想想 到底是誤中他 或者認得他的樣子 然後特意噴他 那我就理解不了 因為我不懂得讀心術 反正他到最後都是被人噴中的 好了 今天在大埔這個超級城裡 竟然間有長者 被人噴了藍色胡椒水 警察就要交代清楚 今天到底你噴的是什麼 又噴藍色水 完全是離譜的 為什麼你要噴這些東西 在商場裡噴藍色水 你是不是瘋了 你要公開交代 第一 你們這些藍色水 是否由你們警察自己噴出來的 第二 這些藍色水是什麼成份 如果你不說清楚 是很嚴重的 你胡椒噴霧噴下去的時候 其實就不能濕水 如果一濕水 就會噴得更厲害 但是如果你中了催淚煙 應該是洗眼 你要說清楚到底是什麼成份 對嗎 否則你搞到市民用錯方法來應付 會痛死他 他就告訴你 好了 而且還引申到一件事 這群原座級警員全面失控 濫用警權來作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遺難記者 罵記者黑記 叫記者不斷展示記者證 昨天德福的TVB記者就是這樣 他們怎樣罵人家黑記 怎樣說 他們昨天在凌晨1時左右 在旺角清場期間 根據《蘋果》的報道 有警員突然撞向《蘋果》的記者 用腳狂踢他 踢踢踢踢踢踢 然後還用強光電筒照射他的眼 並且照別人的鏡頭 讓別人無法進行直播 然後還罵記者是蟑螂 最後還連開了兩發催淚彈 對著記者的方向 你說這些是什麼 尊重新聞自由 你是不是在藍用自己手上的武器 以及在藍用權力 接著去到官堂的APM商場 有一名香港電台記者正在拍攝 有警察忽然用牆筒來撞 他不斷撞 然後多次罵記者是黑記 叫記者不要搞事 你以為自己真的有第四權 你就說這些 這些就是你們的專業執法 這些就是你們尊重新聞自由的方法 還有在旺角採訪期間 有些記者明明已經穿了反光衣 竟然當然遭到一名警察 忽然之間在警車衝下來 向著他們掃射胡椒球彈 搞到有多名記者應聲倒地 這些就是你們所謂的執法 這些完全是濫用武力 濫用你手上的武器 濫用你的權力 所以你的援助級警員已經全面失控 不過你警察內部 既然是沒有任何制衡力量 可以控制得到這些人 你那些憲委級、督察級 什麼時候才出來 把援助你這些援助級警員 到底你是有這樣的能量 還是沒有這樣的能量 每一次出錢都會出現這些情況 我相信只會越來越多 因為他們現在大了 援助級大了 你這些人到底有沒有用相應措施來規管這些人 是沒有的 是消極不作為 是隻眼開隻眼閉 你是縱容他們這樣做 所以你這些憲委級和督察級的人 你的責任和這些援助級是一模一樣的 你是不能推卸的 不要到時想出來找人幫你洗白 最後一件事 你現在那些援助級警員 拘捕了那些市民之後 往往就給人一種感覺 就是拘捕了警局之後 就加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給他們 比如說在皇后大道東那裡 你拘捕了百多個市民 原來他們被控訴涉嫌參與非法集結 又說參與的人士沿途高叫口號和佔用行人路 對公眾和市民造成不便 原來那些有百多人 在平安夜的聖誕街街 走出街一起集合一起慶祝 都被你當成是非法集結 那就可以了 以後那些基督徒不用去唱聖誓 或者以後有任何的宗教節日 都不能有宗教式巡遊 會不會被你當成非法集結 好我當那些你不拘捕 但是市民如果你認識那些警察 麻煩你避免和他們 在節日上有任何的接觸 包括不要參加和他們有新春團拜 他去的你不要去 為什麼 用什麼要被拘捕 有百多人大家族 你看他不順眼 他看你不順眼 黃藍互屌之下 他用什麼拘捕你 說你非法集結 最好沒有 最好不見這些人 如果你這麼不幸 有些警察親戚的話 還有一件事在海港城發生 有四個市民被控襲警 全部暫時無需答辯 其中一人因傷仍然留意 未能出庭 另外三個人 有一個公稱 只是按法時間路過現場 迎面經過的時候不小心撞到警員 這個人是獲准保釋的 他是48歲的 另外兩名人士需要還押 那兩名都是年輕人 全部都是二十幾歲 包括留依的人都是二十幾歲 你只是被市民感覺到 到底你拘捕人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非常強烈和確實的證據才拘捕呢 還是又拘捕又拘捕呢 不如今次在下午的時分 在大埔超級城門口 你拘捕自己有的 便衣探員你也拘捕 如果這個不是便衣探員 不是自己有的話 就可能會上警局了 是不是 那你憑什麼判斷呢 你的標準是什麼 還是標準按自己的喜悟 按自己的心情呢 是不是 你如何說服到市民 你是真心誠意地相信 那個人真的犯了事呢 是不是 你簡直是解釋不了 簡直是說服不了任何人 所以難免這班警察 連走逼走逼秦羅都不夠膽 因為就是做了這麼多不公義的事 竟然間憑著你們的判斷 是可以拘捕那些蒙面的便衣警員 那你告訴市民 到底那個標準是什麼 是不是 還是任你拘捕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